大家好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能在国外看CCTV的网站 如果大家用的好的话 请大家点个赞 在下方评论 首先大家打开这个网址 这个网址我会打在视频下方的留言栏里 然后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我的公众号 公众号是每到大赛的时候都会 当天都会这个 推送视频直播的网址 好咱们来看一下这个网站 首先呢他进入这个网站之后呢 这个里面有电视剧电影 然后 点开电视剧 这里边可以按年代搜索 按人期搜索 这个点一个2022年吧 这里有很多 我也不知道这个哪个是最新的 应该是这都是新的吧 点开之后呢 他会有一个8秒到16秒的一个广告 或者说是缓冲吧 等一下他自动就会 读取出来了 这里我可能要要打码 因为这个涉及到广告吧 这就在加载了 播放了一点啊这个涉及到版权问题我就不 不给大家演示了 包括电影也是可以按照 大陆港台按年份搜索 这都是打开电影也是有个8秒到16秒的一个缓冲 时间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直播 这个这个位置是直播 我们点开 cctv5 点开之后也是有一个8秒的视频缓冲器 但是缓冲的时候他这也是一个广告的图片 我会把这个打码 然后视频加载完之后 点击播放 利用这次暂停 冰城 这是cctv5 因为有版权啊我这也是 打码了 还有在最短的时间之内 这边呢 这有 中央电视台很多 我把这个想听了 有这个很多中央电视台 然后 卫视 体育 港澳 综合 这个大家就可以自己去测试 下面我们来说一下用 iOS 设备和这个 安卓设备 这个右上角这有个App 点开之后 扫的码 安卓版的就可以扫这个码就可以下载了 iOS版可以搜一个叫澳洲同城的App 直接在那个里面就可以 像刚才那个网页 这样操作 下载了 然后呢 他这有一个iTV的这个 图标 点一下这个是 下载 盒子版的 应用 可以在盒子上他这有安装方法 在盒子上的浏览器上输入他这个网址 然后点右上角的App下载按钮 进入页面下载就可以了还有一种方法就是在这 点击下载 把这个App 下载回来之后用U盘呢或者是 其他的设备 插到盒子上安装 就可以 我家用的是小米 小米盒子然后 下载了才有软件用着还是 挺好的 他这个网站呢可以 登录 登录之后呢会有你这个观看记录以后你就可以 继续观看 点继续观看就可以 可以观看 总之呢这个网站现在是可以看 大家就且看且珍惜我也不知道这个网站什么时候被屏蔽掉 喜欢的朋友可以点个赞 然后 转发一下 感谢大家